烤布雷上鋪滿砂糖 用火烤出焦香 這間位在高雄三明區的 烤布雷店相當受歡迎 不過近日卻有名顧客 營業時間還沒到就來狂拉門 吃麵嘛 那個時候我就走過來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營業時間是這邊 然後呢 我就繼續回去吃麵了 之後 我的老婆來的時候 他又跟他講一次營業時間 然後他就沒有辦法開的時候 他就這樣 之後呢 他就這樣子貼在這邊 然後這樣 週二中午十二點多 吃飯時間人潮相當多 當時這名女子向店家表示 停車不好停 想要外帶 但店家還沒準備好 女子就一直站在外面 買不到離開後 還給店家一行負評 直說老闆態度差 當時女子就來到這間烤布雷店 但店家營業時間明明是十二點半 但這名女子卻一直拉門敲門 甚至還翻白眼 我也很感謝這個客人 因為客人很想要 看到我們的東西 很想要進來吃 也許他看到我在吃面 可是我們的廚房還在準備中 你雖然你急著 你可能車停在旁邊 你很擠 你想要換得到東西 但是店家畢竟東西還沒好 不可能把不完整的東西 交給我們客人 所以我覺得這是滿不尊重的地方 民眾直呼不尊重店家 不過另一間同樣在三民區的飲料店 店家已經打烊 鐵門都降下來 還是有顧客站上去要買飲料 差點被鐵門壓傷 店員趕緊將他推出去 顧客心急 但營業時間還沒到 或是已經打烊 硬要消費 無法消費就給負評 不只店家無奈顧客美食吃不到 雙方傷口氣 三星黃大衛 陳宇安 高雄報導